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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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类比的事情可以为日本漫画很牛逼 比中国至少领先了三十年时间 因此日本的经济收入就应当比中国高处好几个数量级 但事实是怎样呢?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哪一个国家呢? 按时不均的理解 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百年名著的重要基准就只有一个 对世界的影响力 在这个基准下就可以延伸出两个细分因素 影响范围人数和影响深刻程度 作为休闲阅读的漫画内容 在观点洞见方面 确实不如如今的名著深刻 但它却有着这些名著所难以企及的普及能力 无论你是发达一或者不发达国产 甚至是第三世界的国民 无论你是一二线城市 一或者四五六线城市的居民 无论你是喜欢看动漫 一或者根本一丁点都没有接触过动漫内容的人士 你都绝对会听说过活影 海贼这些景点动漫的存在 还是上面那句话 就凭借这些动漫对世界人民在数量上的压倒是影响 他们就有资格成为百年名著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如今的名著 无一例外都拥有深刻的洞见呢 这一现象也仅是当时时代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受害于当时并不发达的创作环境 以及破败的媒体渠道 能够掌握着时代话语权的 就只有一些前沿学术工作者 可想而知 能够成为百年名著 也就只有这些著作咯 但如今可真的不一样了 我们拥有者专门的二次元认识的极具的B站 也同样有着完全经由自我意志操纵的自媒体平台微博 微信公众号 今日头条等等 兼且在这一轮人口浪潮的更替中 这些自打出生以来 就以动漫为精神食粮的孩子 已经相继成为了社会的重量砥柱 就凭如今这一趋势 还有人敢否认海贼王 活营人者这些动漫的影响价值吗 关注时部此源 回复全舍获得观影 全舍深度分析 用高科技引出 人性黑白是非对错 艺人之下最新一集解读 冯宝宝埋人失败 王也被张楚兰说服 时部最好的龙珠结局 却遭到龙珠泥 以及鸟山鸣的不 却遭到龙珠泥 却遭到龙珠泥